有景色故事 这里是北方景视 各位好 我是于彬 画面中这名女子的面容娇好 许多人在看到这张相片之后 都用明星脸来形容她的长相 在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 她也有着一个同样温婉好听的名字 叫做乌小玉 不过呢 让人奇怪的是 乌小玉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举动 她在当地的大龄青年群里自我推荐 自称离异想要寻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子结婚 而条件是只要对方能够帮她还掉 父亲住院欠下的几万块钱的债务 那么一个年轻的妇女为何要这么做呢 不同寻常的举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真相呢 明星脸是许多见过这些照片的人 给出最多的评价 尽管这些照片不难看出 有被软件处理过的痕迹 但是仍然难以掩盖照片主人的清秀 他自己本身来说 他自己无论从样貌身材上 在农村来说都是条件比较优越的 卫小华是崇义县盐厂镇的一个农民 曾几何时 村民们都非常羡慕他有这样一个 相貌出众的未封妻子 根据卫小华的回忆 一个女子主动通过当地的大龄青年群 添加他为好友 并自称名叫吴小玉 是一个刚离婚不久的少妇 就是说自己离异了 然后小孩不归自己抚养 就是一个现在是处于一个当真 没有那个负担的一个阶段 也是非常渴望重新成立一个家庭 他想结婚就先把他那个钱还了 他还不是有一个借款一两万多了 把他还了 我们俩去结婚 吴小玉告诉魏小华 自己的父亲生病欠下了一些外债 只要魏小华替他还清了债务 他就愿意结婚 在当前的农村里 这样的婚恋门槛已经算是非常低了 魏某也是一下子就心动了 所以他也没有管顾那么多 就是完全的按照他的指示 要多少就给他打多少送多少